去美国更方便了 今年11月起 中华民国护照可以免签证赴美 外交部长林永乐在今天指出 我国成为美国全球第37个 亚洲第7个免签证参与国家 而我方呢 也将会从11月1号起 将美国国民来到台湾停留的期间 从现在的30天延长为90天 林永乐表示 未来我们对于还没有给我方免签 或者是落地签的国家 比方说菲律宾越南进一步的要联系 而印尼我们也希望把现有的落地签 待遇可以加强